我们从第一个意外开始说 是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节目主持人 赵忠祥和倪萍老师 在工作当中他们是好搭档 在生活当中他们是好朋友 不过你不知道的是 因为赵忠祥儿子的缘故 他们两位竟然有了一点亲戚关系 赵忠祥儿子竟然是倪萍的表妹 如此一来倪萍岂不是得向赵忠祥喊一声赵伯父 原来倪萍的这位表妹其实是前夫王文兰的表妹 倪萍这一千下还真成就了一段姻缘 他们在结婚婚礼上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让很感动 杨兰那次在杨兰眼睛都失了 就是我的儿子不大会讲话 会表述 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台上的老搭档台下竟成了倾向 而倪萍对老赵忠祥的这份信任 自然也源于他与赵忠祥超过二十年的交情 他真的直接上马路牙子 赵忠祥儿子四十五天一天都没耽误 赵忠祥儿吃了差不多六十多斤 倪萍讲话啊 他人家最大课点 他比较夸张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 倪萍赵忠祥连续十一年搭档主持春晚 如今二人一个退休一个专心拍戏 他们搭档主持的画面 也成了几代人的记忆 我为啥跟你分的局 你心安血 你一天大玩丑都不丑我一眼 天天和电视那根起而当 那盼得见你 我不说你拉档 你怎么啥用 赵忠祥一出了你眼睛不也直吗 赵忠祥的 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那你平就是我梦中情人 快找找这样 没想到两位的星期关系竟然是这样的 确实有点意外 赵忠祥的 你自己在看